青嶼幹線在8月底開始實行雙向收費 即是車輛進出都要分別給15元的使用費 而乘坐的士的乘客 根據法例 就算乘坐單程都要給來回30元的附加費 引來熱議 有市民覺得要給多一程費用的做法不妥當 不過都有市民體諒的士司機的處境 沒有啊 我也想到政府有什麼可以幫到的士司機 他們都真的進來可能不刪卡 出不回去一程車其實都是沒有在過 對於坊間就附加費有不同的看法 的士司機就覺得收費有實際的需要 那如果我空車出去收你15元 空車出去我一定要收你15元 那我一定是要收你30元的 那我不一定有客出的 我就不賺錢 是的 是的 因為有時候交一間 例如4元就不走來的那間房 那我就要走了 的士商會也說 的士吉車出入機場時有發生 好像上一次打風 那些飛機遲上來 過了 有很多過了5、20、12點才來 那些機場很多乘客 我們就叫車進去 對於有意見指 在機場設立類似過海的士站 又可不可以解決爭議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長吳崑誠說 因為司機在機場等下的時間長 所以有關的做法並不理想 運輸處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指 有關的收費安排是為了確保 的士司機不需要自費支付 清魚幹線的使用費 以及鼓勵他們前往大嶼山 和馬灣地區提供服務 並強調 實施商向收費 只是改變繳付使用費的方式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